大家好 欢迎收看圈内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国际新闻凌晨2点30 曾志伟遭多人暴打 逢29针险丧命 隔月荣祖儿被带进警局 凌晨2点30 曾志伟遭多人暴打 逢29针险丧命 隔月荣祖儿被带进警局 说起曾志伟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出演了很多经典的影片 在香港影视圈可以说是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了 在娱乐圈打拼了这么多年 人缘一直都是特别好 很多圈内的好友对曾志伟都是好评连连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好人缘的曾志伟 却在2001年被一拳不知名的陌生男子毒打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拔一拔当年曾志伟被打的故事 那年的7月份正是炎炎夏日 曾志伟返回香港准备担任TVB举办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的主持人 但是就在7月7号凌晨2点30分 曾志伟刚与几位朋友从酒吧出来便遭受了意外 有多名黑衣男子围了上来 他们手持戾气 二话不说将曾志伟打倒在地 曾志伟的好友想要上前帮助 但是却被黑衣男子大声的呵斥 不关你们的事 走开 就这样 曾志伟被毒打了有五分钟 可怜的曾志伟 脸面都是血 那些陌生的男子对曾志伟说了一句 15号港姐决赛那晚 你不用做了 之后便离开了 随后曾志伟被朋友紧急的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 曾志伟的头部伤势很重 缝了有29针 险些丧命 因此 曾志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工作 曾志伟被打的消息很快全遍了全香港 几乎媒体上都是曾志伟的消息 而且很多人纷纷猜测 到底是什么人对曾志伟下的手 并且议论是不是曾志伟得罪了什么人才引来人家报复 此事 警方也进入了调查 在很多天的明察暗访之下 案件终于有了进展 几名涉案男子被警方顺利的捉获 合约 便将杨寿成和荣祖儿带往警局 此事再次让众多网友热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 荣祖儿是一位歌手 但是杨寿成却很少有人得知 至于为什么将他们带进警局 一切皆因为曾志伟醉酒后的一句玩笑话 那个时候曾志伟喝了点酒 醉酒后便说了一些得罪荣祖儿的话 然而荣祖儿刚出道因为相貌的原因被多家公司解约 只有欣赏他才华的杨寿成 荣祖儿的事业才开始步入正轨 因此荣祖儿便认杨寿成为干爹 显然曾志伟这句话得罪了荣祖儿就等于得罪了杨寿成 被打后警方一一调查与曾志伟有过节的人 而杨寿成因为是荣祖儿干爹的缘故 因此荣祖儿嫌疑最大 此后便有传闻说曾志伟被打与荣祖儿有关 荣祖儿被警方带走之后很快便被保释出来 而后杨寿成也被释放 出来后荣祖儿针对这件事情表示跟他没有关系 曾志伟被打后2001年7月16号依然戴上出席了小姐竞选决赛 并担任司仪 曾志伟的出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虽然戴着帽子和眼镜 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包扎的胶部 而曾志伟为何继续露面 他说道我非常心急想要出来 因为不想让别人太担心我 我出事后任何朋友甚至街上遇到我的人都在问我 你没事吧 所以他要站出来让大家看到他是坚强的 不用担心 甚至同台的谭永林也调侃曾志伟 娱乐圈的不倒翁 打不死的小巨人 曾志伟对于被打与荣祖儿有关的传闻 没有做出过任何的回应 但是两人在一次发布会上一同上台 并且曾志伟还向荣祖儿道歉 称自己酒后失言 并表示荣祖儿和杨寿成没有矛盾 两人在台上亲密的握手打破了他们之间的不可传言 最后希望曾志伟以后谨言慎行 毕竟言多必失或从口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